欸 投資長 今天標題好有趣喔 你OK 我先買 那你要先買什麼啊 喔 疫情當前 單人要先買紅海 那除了紅海 還有一些個股要買 我今天節目跟你講 另外我今天揭秘 為什麼投本比這麼重要 你看到投本比第一名的股票 今天居然漲停板 你就會發現我前天講的 通通都是對的 那投本比怎麼看 那怎麼去發現那些投本比 你今天一定要鎖定我們的節目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12月23日 台股開盤14,180點 中場收載14,223點 漲45點 美國投資人目光重新被拉回到疫情發展 美股只有蘋果 領軍 納斯達克指數登新高 但是道瓊 漂浦 白指數及費半指數都是收黑的 那台股今天是由多方表態 上攻並首穩站穩14,200點關卡 後續排斥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全國冠軍紀錄保持人 投資研製全台灣LINE、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Zoe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投資長 是 昨天我看直播的時候上線人數很多 1000多人 對 那大家呢 都有好好的把投資長的話聽進去的話 今天應該真的鬆了一口氣 我要幫投資長好好 謝謝你 因為總幹活動 真的說得很清楚啊 今天接下來啊 如果我們看到本土案例確診數 它不是激增的 那大家就不用太過恐慌 因為行情就是會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投資長真的都說得沒錯耶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的東西我講得很清楚 對啊 我不去試歐外 我不去馬歐泡 那其實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有時候 你可以從過去看到未來 對 甚至於我的能力 是從今天就算發生這件事情 我會告訴你 我會不需要看到過去 我會告訴你未來是這樣子 因為在八二三點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未來 我已經知道瑞德西魯有解藥 我已經知道疫苗會很多種 這些我都預告在前面的 不然我粉絲不會這麼多人 我不會辦個演講現場這麼多人 不要每次都秀 到底要不要秀照片 隨便你們的 解任務 反正解任務 因為粉絲都說 投資長你那個一定會秀這照片 沒關係就秀 你去看一下 每次 我歡迎比較 1月初的時候 9到10號會有演講講說 這次應該會大爆嘛 因為每個人都想要知道我的消息 每個人都想要知道我的股票 畫面給我 因為每一次我只要送股票 或者不小心送出股票 例如什麼 例如譬如 全球傳動 是 全球傳動 畫面先給我 全球傳動 4540的全球傳動 欸 股票 當我那天不小心洩漏的時候 對 欸 股票 還有一根 還有兩根 甚至快有三根 的一個走勢圖 同朋友 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分析師 好不好 因為我會講的是說 有時候我一送資料 你就發現到 欸 投資產講的真的都是對的 齁 像我們昨天好像有講很多股票 來 等一下喔 對 因為當初全球傳動 投資產不小心秀出來的時候 還有 有些網友還開玩笑說 欸 郭導在演戲 但是忠實粉絲都願意相信你 因為從 你當分析師到現在 所有的行為都可以供大家驗證啊 我不需要去演戲 是 我今天如果要演戲 我要出口給你們 這股價應該是 直接殺下去了對不對 有沒有殺下去 對啊 沒有 來 我那時候 而且我那時候有沒有殺下去 沒有 而且我說這個股票是三綠三生 我從基本面前給你選的 對 三綠三生股票 我們玩弄大家 沒有 我是被大家玩弄 因為我說講話實在太實在了 是 那天在這邊對不對 對 然後我說 這個股票 我說氣死了 不小心秀出來 今天本來要播重播 因為今天設備有一點問題 不能播重播 好 在這邊隔天跳空大展 可以開盤 大家相信我 欸 這就是我粉絲的威力 通常真的嗎 我改天給你播重播 反正明天應該還會再展停一根啦 好啊 明天還會再展停一根啦 好不好 明天再展停一根 那展停一根沒關係 那畫面給我畫面 還是我現在直接播重播 我就現在直接播重播 可是今天生意有問題 沒關係我們看字幕就好 好不好 我們看畫面 我們看畫面也不錯 肉你覺得呢 好啊 頭上可以幫畫面配音 幫他配音 好不好 反正是習慣了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等一下 我們來配音一下 來 來 等一下 慢慢配喔 等一下 來 你看一下喔 好 好 好 這個人股票啊 本來講 不小心 你看喔 這球型很多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股價差不多五十 四五十塊有沒有看到 這邊嘛 第一根第二根漲的時候 被人秀出來 我叫你天黑險兵也 天亮情署錢嘛 這12月1號 12月1號 然後你看喔 畫面給我為什麼 你看我講的話 氣死了 是不是股票不小心露出來 你知道 你看我很不屑 來得及嗎 我很難過 同學這12月1號對不對 對 12月1號你自己看一下 畫面給我 12月1號在這邊 這12月1號 在這邊 那時候才收五十塊而已 還在四十幾塊 我在四十幾塊買的時候 現在已經快六十塊了 我只是不小心露出我要的股票 不小心露出我要買的股票 全部的粉絲們相信我郭總 我不是要出貨給你們的 今天證明是要給你們看 所以為什麼每次演講現場 大家很喜歡查我名牌 因為他知道我不屑 我不會說今天叫會員買 我明天在公司電視上公告 或者我在盤中連線的時候 然後邊買盤中連線的時段 然後邊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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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怎樣 然後買了以後 然後出貨給你們 我買股票 然後邊買然後邊出 盤中在講話的時候 你聽到有人爆大量 然後出貨給你 我不需要做這種事情 我不需要做這種事情 所以你看我 我昨天是不是講到全盤傳動 我一開始一直講 這三綠三綜 我從基本面子告訴你 這就算了 我昨天是不是很多股票 你昨天發現到 昨天早盤漲的股票 尾盤下跌的股票 今天通通還他公道 對啊 全部 精彩也是一樣啊 昨天精彩是不是盤中不錯 精彩紅海 被動元件 全部都是嘛 昨天被動元件 盤中強嘛 後來殺下去嘛 我本來就是被動元件 三到五是最好的買盤 買盤有沒有 我看喔 是不是準的 對啊 是不是準的你看啊 那這個東西 投票你看 2492 華信科 我投信人在賣 我說 我說我不要純粹是四歐化的分心 什麼四歐化的分心 就是如果我太 等一下喔 畫面給我 我太四歐化其實你們會不喜歡看 什麼都不喜歡看 因為 那個沒有意義 你們會知道說 頭上我學不到東西 唉 我說我可以講說 欸 華信科跌的是因為投信在賣 所以連跌三天 這是事實也是廢話 嗯 可是厲害的分析師會告訴你說 他投信大賣是因為 他被踢除 負實指數的高股息成分股 那被踢除以後 那些被動式基金得不得不調整 被調整的時候 當然會影響它的股價 你要知道的原因 那當然分析師說 哇 因為今天爆量 所以它下跌了 因為這高漲爆量 黑K要下跌 那個就是 我認為那就是實話 但很不好意思 我不要特別攻擊 小分析師 我已經很不攻擊了 我的個性是這樣子 好 我不是已經很不攻擊了 我覺得能到一個年紀 不需要特別去 與人解惡 好 那除了你看 這時候花心科 你自己看喔 我說分析師 可以直接跟你講說 今天是投信賣 可是我看到的是 我跟你講 負實指數調整 所以它一定會賣 會賣五天 我們講會賣五天 對 明天賣完了以後 差不多股價就要慢慢啟動了 所以這幾天 你們有進場的投資票 你會後悔 所以你們做的股票 不能只知其義 不知其餓 這是沒有用的 你懂不懂的意思 我花了非常多心血 在做股票 你可能花了非常多心血 你在做研究 你在做會計 你在做地震相關的 你在做法律諮詢相關的 就是上班族 你每天做一些東西 所以或許這方面我不如你 可是就投資而已 我是專業的 我是Top 1 我是台灣Top 1 昨天只有我一直整理解體 也跟你講說 傻一次 那叫傻 第一次要天真 我不會說你笨 第二次叫做 好傻好天真 又傻又天真 好不好 這有跟某一位女明星講過的一句名言 好傻好天真 那麼好傻好天真 華信哥這時候是不是就拉起來了 昨天華信哥弱勢嘛 對不對 那這行情投資人怎麼看 那投資人 但是硬要早查了 投資人你不準了 起誤我昨天空單怎麼樣 減啊 空單增加 今天台股在跌啊 朋友 昨天期過空單增加是很正常 因為外資會先避險 那已經失去了一個意義性了 所以我就不討論 你懂我意思嗎 我昨天也會這樣講對不對 對有 所以你可以找100個理由 去反對我 可是我的粉絲們可以找1000個 1萬個理由支持我 因為我的盤展就跟人家不一樣 我昨天是說過這邊亂跌一通 對 對 我說道琼 我說美國1700萬例 不是1700例喔 1700萬例 1700萬例 從 從兩萬三千點 一度整到三萬點 是 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今天兩點還沒新增案例嘛 對 雖然那個管達的那個女員工 管民的子公司的女員工 疑似 當然疑似他身邊的朋友可能有症狀 對 可是就像我講的敦目劍隊這種東西 其實台灣最厲害的是什麼 手機定位啊 好沒什麼自由喔 行蹤都被抓著 疫情的關係喔 你去哪邊行蹤都可以 好不好 是 所以你不想被人家發現你在哪邊 最好不要帶手機 那也很難 好像特務喔 那就很難 台灣這個說是夠自由 其實說自由也沒有到很自由 說不自由 可是我們享受不自由的一個 的幸福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因為這個 我們台灣其實很厲害 對喔 機管局喔 然後衛生署喔 其實你只要疑似 他都通通抓你的手機軌 軌跡 你去哪邊他通通知道 對 就你不想都知道 可是享受不幸福的自由 為什麼 為什麼享受不幸福的自由 應該是享受不自由的幸福 因為 都被抓 都被抓到了 那就不會疫情嚴重化 你懂我意思吧 知道去哪邊以後 然後就阻斷 然後把這些通通有病的人 通通有疫情的人 全部抓出來 所以台灣才是這樣子 全世界 防疫功夫最好的 是 享受不自由的幸福 我扯太遠變在講政治 對我來說沒有意義 重點是股市才會漲 你去看一下 這個是 前一陣子我就說 不論是劉太英 以前國民黨的一個 或者是 前總統理政會的大掌櫃 他說什麼 說這邊投機也是泡沫 然後那個 台灣先生 古月韓 古月韓 古民都笑他 酸他說 平生不是古月韓 在股市也晚然 他不會啦 他不太不準 可是他說到投機期 我覺得他們都不瞭解的情況 這兩個其實以前我都看報告 他們不瞭解說 林立的情況之下 會改變很多的抉擇 那今天我覺得有一個 我比較認同的啦 這個也是元老級的 跳得滿快的 國泰啊 然後去相關的 來我們看一下 科技業或之前 不知道哪一天 那聯發科那個 反正就是 他跳到國泰系的投資長 他以前是一個知名的 一個分 知名的外資分析師 是 以前分析師跟現在分析師不太一樣 現在分析師 為了混口放吃 mifi2的關係 要賣報告 那報告以前不用賣 以前只要你幫我下單就可以了 要賣報告那個要夠聳動 那前陣子不是外資被聳動嗎 唉唷 簡單了 然後你看喔 劉德英董事長直接打他臉 啪啪啪啪啪 好笑 現在外資分析師 素質真的 沒有大家想像這種好 素質沒有想像中好 那我本來要給你看一個新聞的啦 我現在看一下 為什麼說可以看這個新聞 因為我給你看蘋果日報什麼東西 我要講的是說 但外資分析師 也還是有素質不錯的 可是你絕對不要去相信那種素人 而且又秀對戰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一個叫補教名師高國華 喇蛇的那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補教名師有 高國華有沒有聽過 反正最近有個新聞就是說 他好像被人家騙了 把人家站台 就是有一個人就是說 哇信什麼天母大地啊 又信耶穌基督啊 然後他說他騎過對戰單啊 從幾萬塊中到幾億啊 還是有人相信喔 因為他保證獲利 可以對戰單 你有沒有發現啊 這跟市面上很 他也是素人啊 莫名其妙賺錢的 你跟你們現在看YouTube 很多素人啊 說他很強啊 說他很會做研究啊 為什麼那麼強那麼聰明 為什麼連個分析師都不考 啊為什麼不來證據投顧業 我有證據投顧業 才告訴你是百分之百合法的 應該說至少你基本上做的事情 只要遵循的話 不要說百分之百合法 至少我們經過法規嚴格的一個怎麼樣 管控監控 監控嘛 對啊 你沒有監控是這樣子嘛 你高國華就今天蘋果新聞啊 每天都有調查局都查這種 違法吸金 跟你保證獲利 這世界上沒有保證獲利啦 現在連定存0.84% 你只要相信說一定保證3%以上的 我跟你講 百分之99.999999 詐騙 我可以跟你講的真正啊 啊你們就很喜歡詐騙 你們都喜歡被騙 要怪了誰 分析師會不會讓你賺錢 我跟你說不一定啦 還是有分析師讓你賠錢的啦 我過程也有時候也會讓你賠錢啦 可是你們去相信那種素人 然後看一下那種對戰單 然後他跟你 他要嘛就是直接吸引你的金 直接拿你的錢 要嘛就搞那種訂閱 喔 你真材實料真的有幾個 連分析師都不願意考 連 都不符合證據投資期 信託顧問法第四條 對 你只要給 你只要跟人家收取費用 然後給人家那個相關的諮詢 應該說給人家投資建議 所以你看到 現在給你收錢的人喔 他就說 這以上不代表我的建議 對 啊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故意迴避法律嘛 那他迴避法律就沒問題嘛 我殺你喔 我沒有要殺你 那就沒有辦法嘛 很多人都被抓啊 你最好方式完全不要先進去素人 蘋果日報有個新聞出來啦 什麼就是秀對戰單我秀幾億 後來就知道P2P的 等一下有時間我給你看 好不好 這樣真的很不行耶 你說 蛤 這樣真的很不行耶 真的很不行 很誇張對不對 不是很不行是很誇張 大家的錢 其實大家也都是願意相信 把這個信任交出去 可是信錯人了 就像愛不對人一樣 來來來 愛不對人是不是 對啊 對啊 我馬上找這個圖給你 我好快喔 來來 用手機嗎 還是頭展要用 電腦秀 馬上秀 馬上秀 我們要去我動作很快 我是手術耶 好 我手術馬上截圖 你看我動作很快 你們久就知道我頭展是手術派的 對對對 馬上 馬上找到秀 你就知道我馬上掌聲 我馬上傳 用蘋果我記憶派 這是沒有蕾的 馬上馬上 好 你知道我頭展 所以說思緒我思緒很快的 久久就知道我跟別人不太一樣 不是臭屁 馬上 你們可以看喔 你看 有沒有到 獨家魯蛇現身 他叫魯蛇喔 假面富豪隔空橫釋出 上帝是我爸 拉鍋高國華任西歐 半年襲擊之役 喔天啊 蘋果的頭髮對不對 是 這個人對不對 有沒有到 照片引短畫面給我 來 你看喔 這個先生我就不講了 喔 酸碩智學位 大型金融集團代操 國際期握首期抽盤首席 有沒有到 對 然後身家數數十億 存 存款 存款拿出來嚇死人 小記者數喔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億 喔 十億 才算是到底幾個零 好 你看 然後畫面給我 然後最後呢 哇 站單很厲害 然後對站單喔 喔 一切都是P來的 什麼叫P Photoshop 你們懂不懂 好壞喔 我們小編大家都很會Photoshop 有沒有聞到 幾十億聞到 Photoshop 然後拿對站單啊 都是這樣子的啊 齊握首席操盤首 你們這些那些素人啊 沒關係 我佩服啦 都素人很厲害啦 然後連分析師都考不上 邏輯對嗎 不對 主管警官有幫你認可嗎 他的證券投顧 欸 投顧公司不是你想開就開的投資廟 是 這證券投顧公司 我一直跟他講 你們 你們不一定要信我 我每天講這些東西 我歡迎你們去檢局 以前是 以前是說隨便你們去檢局 你要檢局 我現在歡迎你們去檢局 好我講實在話 連他們連這種錢呢 都要省 然後又覺得 反正他覺得賺到的錢 都是百分之百他們的嘛 那你覺得他的行為了 因為你來投公司上班 他可能是 可能不一定是百分之百來自己拿的 他可能只拿到兩成三成嘛 是 因為公司還是要運運的費用 那他譬如說 他收了顧問費 收了一百萬 他自己全拿 他不願分給別人 代表他非常在乎錢 這麼在乎錢的人 會不會詐騙你的錢 嗯 邏輯很多事情告訴你 很多事情 所以邏輯思考告訴你很多事情 我看到未來 我看到很多東西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不一定每次去賺錢 可是我是實實在在的 很多人不了解我 為什麼我這麼敢去比賽 為什麼你今天要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通常真的很厲害耶 禮拜一五個燈 禮拜二兩個燈 今天又三個燈 是 這是實在嘛 這是報紙啊 這是事前的嘛 所以我說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那預告前面是不是每次準 對 沒有每次準 可是我預告前面 你可以看我準確度多少 對啊 是不是要準確度多少 這個叫盤感 你看這件事 來投票 哪一個分析師可以在前一天選股票 你看那麼多比賽 前一天12月20號股票 12月20號報紙 你可以回去看 你可以上網去炸 現在報紙 譬如說那些什麼 國家圖書館嘛 都可以看到禮拜天的報紙啊 是 你看禮拜天的報紙啊 可以啊 或者你去買訂閱 你去不是訂閱 對 你去訂閱今日日報的 電子版 它可能還有前幾天的喔 對 前幾天的你看到12月20號喔 那不用擔心嘛 那畫面說 你去加我Telegram 我現在Telegram已經三萬人了 這是我是全台灣第一個 第一個成立的分析師 真的是 我帶動的 是 如果我這句話有說完的話 我直接下一句公 我不要繼續講是是而非的話 好 Line我也是全案最多了 我以前第一次成立 六七萬人 第二次成立現在是四五萬人 對 我封鎖我人很少 因為該封鎖都封鎖完了 好 Line Line裡面會跟你講 Telegram什麼用 或者直接收尋Telegram 記得這兩個喔 你要記得喔 除了這兩個以外 不要被小心被詐騙 之前我們摩爾還有王恩良分析師喔 被人家假冒 你記得一定要看這兩個帳號 對 任命這兩個帳號 任命這兩個帳號 任命這兩個號 有問題嗎 直接在我們節目下面留言 謝謝大家留言 好不好 留言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我留言我跟大家講 以後你們多留言多一點 好不好 最熱情的 或你有什麼股票的 你們就在那邊問 我不一定會回答 可是你們如果越熱情 或者大家問同一個問題 或同一個族群 出現機率越高的 越高的 我越會在節目上回答 我希望大家互動多一點嘛 對 我是跟大家講說你歡迎留言喔 你要按讚喔 我要檢查你按讚 然後有沒有留言喔 我才特地跟你親自的解答喔 我不一樣喔 你也知道頭上很忙 可是我特地在節目上要 幫你解答一些問題 不要你這講我股票嘛 你可以講你手邊股票 或者講你看好的族群 或者你今天覺得哪一檔股票 你不看好的 沒關係你在節目上 下面留言 你可以跟我們辯論沒關係 口氣不要太差 不然我不會刪除 那一樣 所以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很經得起挑戰的 沒有人像我這樣子 已經成為冠軍了 你懂不懂的意思 人家說公本五戰 為什麼百戰百勝你知道嗎 猜看看 因為他永遠挑選比他弱的對手 我已經是一個冠軍紀錄保持者 我可以不用比了 我每天都是冠軍紀錄保持者 我還是一雙加比賽 因為我知道 我的實力 我的天賦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你看選擇 12月20號選擇舞台股票 隔天是舞台展的股票 展定版 對 這報紙可以作證的啦 這報紙可以作證的 事前的 因為這是事前驗證 我們為什麼可以批對戰單 要比錢我也有啦 太俗氣了 你懂不懂 我是說真的太俗氣 我 反正為什麼太俗氣 因為我覺得沒有意義嘛 我還要跟你們辯論說 我是不是富二代 或是白手起家的 或是怎麼樣 而且其實重點是 主管警官有規定我們 不能亂修對戰單 你懂我意思嗎 這是真的有規定 因為他知道這太多的問題所在 對啊 他知道這太多問題所在 好 那這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你久就知道 我的邏輯的理事跟人家不一樣 我是不是早就賺到 我該賺到退休的錢 關選股比賽 你看五檔股票五檔展停版 全部展停版 這就算囉 Roy這就算囉 還什麼 這邊又來了 本週選舞檔第一天全部展停 昨天兩檔展停 今天又三檔展停 你看今天是又展停 Roy沒錯啊 真的 又展停嘛 來外面給我 你看陽明示威函 那你看喔 18日收盤的時候 他說17.5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錢 對 今天多少 20塊 20 市為韓 9塊錢的剩下11塊 11.95 有沒有 對 然後以海關那16塊 現在20塊了 更誇張 對啊 都展三成啊 展兩成啊 是啊 郭總統挑的啊 所以我跟你講 然後我不發揮你當我當病貓 草莓我是很厲害的 好不好 我經得起挑戰 我一切一切 預告起來前面 我不去示範買歐帕 草莓 草莓我這個就算了 我強的是我盤感 譬如說我知道白點下以前是最低點 是 前陣子厲害的是什麼 喔 義務法則 拉我還發明台詞耶 嗯 利多不漲拉回就買 義務法則 對 然後前陣子我是跟你講說要追出第一根 所以你看友達群串是不是追出第一根你就會賺錢 是 嘉琳你是不是追出第一根你就會賺錢 沒錯 這是我的盤感 而且我都分享給你看 你會覺得哇 投資的盤感跟不一樣 對啊 你久了就知道 或許你在你的領域方面你比我強 可是我在我的領域方面我就是第一名 我就是No.1 第二個我也跟你講說最近我來投獎 我說投信你要看投信講的 可是投信買超 那配合什麼 配合不是占數而已 我說投本比 我沒有說投本比 有 那投本比你自己算 有沒有這樣講 有嘛 好 我要跟你講 你現在今天我今天講那樣的股票 好 那這張股票我們買 我一個微笑 可是我要跟你講的是 好不好 重點是什麼 來 重點是你會洗雞皮疙瘩 這是轟天壘 我沒有推薦轟天壘 可是我有轟天壘 轟天壘的投本比你看 第一名這是21%對不對 對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金居 金居嘛 對 這是到12月22號嘛 因為轟天壘大概6點半的時候 有轟天壘你都知道 這沒辦法做假 荒天壘有些分析師有 這沒辦法做假 第一名投本比第一名 比那麼高的人21%對不對 對 是金居 畫面給我 我們來看一下金居走勢好不好 8358今天是怎麼樣 哇跳空大展展停板有沒有 對 昨天外資買套多少 5400張 是 是 張數還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要講什麼 是 投本比 他的比例 我有沒有在講 有 我說投本比就是 投信買超張數除股本 因為你買到1000張 可是投本比如果也是第一名 那就夠啦 是 所以你看5400張 他這次不是用5400張張 而是投本比 他買超張數 佔他股本的比例又特別重 我有沒有說叫你自己查 結果你看 我有轟天壘 所以這幾天為什麼我選的股票都不錯 你懂不懂的意思 投資長你很佛心欸 你把所有秘訣都跟大家講 I don't care 因為投本比不是每次都準 好 他是這個時間準 有幫大家看準 所以我厲害的是 我知道什麼時間做什麼股票 真的 我知道這時候你看好 視衛航 看好 乾鐵股 你九六起雞皮疙瘩 我說投本比我是不是講了好多次了 對 最近這幾次都是這樣子的 8086黃捷科 投本比第一名更天噴給噴出去 基安店陳正值投本比第一名 要拉起來 算是要殺下去的 可是十支裡面只要投本比第一名 大概八支都整個都噴出去 所以最近投本比的比例非常高 那投本比要觀察 以前都要觀察 本人就要每天要觀察 可是他不是每一次都一定非常準 可是最近超級有夠無敵準 我把這個分享給你的 我根本不怕 我怕你學走 因為我有108招 是 可是問題是投本比第一名 你每次用投本比你賺錢 投本比現在很準 你每次用投本比 你從以前到現在應該賺幾十億嗎 但是不是 還有出產點 還有賣出點 還有時間 還有多頭空空頭的總是預測 對 還有很多很多 什麼叫多頭空空頭的總是預測 比如說昨天拉回是多頭還空頭 多頭啦 除非你是豬頭啦 不然就是多頭啊 是不是 所以他不知道很多因素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盤感是天生的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 投本比第一名 你開始要看這東西 我暗示你了 我在前幾天就講了 對啊 我講了快一個禮拜了 這禮拜 這禮拜投本比第一名都很強 那個空天餒 那空天餒 你可以去買一個月 一個月也要六七萬啊 這是佛心價才六七萬喔 那你何必呢 你懂不懂事 你可以知道我短天期的 賺這六七萬 你還不一定能抓到投本比 你還不一定有時間 那你為什麼 而且重點是我還有很多 我的研究團隊給我的建議 對 所以你是花小錢 去賺大錢的一個行為 對 你聽懂嗎 我們是整個研究團隊的 我官司這個空天餒 我叫花好幾萬 你去上網去查嘛 是 是不是 那這個只是我眾多工具之一嘛 對 很多人參加我的會員 他會覺得說 對 其確 我官司在研究身上 我就花很多金錢 這個金錢算小時 時間 團隊 團隊的薪資 團隊的努力的研究成果 這些都是一個 所有該付的費用 可是你用一個集資的概念 因為很多人參加我粉絲 沒錯 很多人參加我會員 真的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投奔筆第一名 我是不是講過很多次了 對啊 最近要注意投奔筆 好 股市福利社有沒有講 也有講啊 是不是 所以很準啊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好不好 那第一名看金居馬上噴出去的 謝謝 是不是 所以我不要去思路挖馬歐怕好不好 去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所以 團友 昨天我怎麼講 我昨天講得很清楚啦 來來 我說 這是我今天的圖 我OK你先領有沒有看到 領什麼 領口罩嘛對不對 對 是不是 這是我OK你先領 現在是你OK 我先買 你OK我先買 你OK嘛我先買嘛對不對 好 有沒有 我OK你先領現在是 你OK我先買 你OK喔你確定不買喔 我趕快買 來 今天上櫃指數比較強還是大盤比較強 肉依可以回答我嗎 今天 沒關係 上櫃 上櫃 因為什麼 因為關是我前段強展停的股票就一堆了 對啊 你看今天 新日報五檔裡面已經有三檔股票展停了 是 我這時候關製作機銷十幾%耶 我這時候就已經好好十個展停版了吧 哇好厲害 我選五檔股票也喔 對啊 我不是選個集市場 是 所以我說你想想看你要財產分析師 我不去吃肉圓 我不去買歐泡 所以那股票真的很強 你OK以後我要先買 昨天說疫情怕什麼 昨天點閱率反而很高 你們都很奇怪 每次都喜歡在行情不如意的時候 大敵的時候 需要你鼓勵啊 還需要我鼓勵 是不是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好不好 所以OK你先買嘛 那你先買以後你看全球傳動 這是普通位 我秀就是秀普通位元的口序 那我通常的通訊會不會是假的 不可能 因為我不是秀那種 你摸不到的會員等級 比如說金賺 無庭金賺 那你可能會想說 真的有人會繳個 繳個幾十萬上百萬的會費給我嗎 投資朋友 真的有人繳好不好 可是你不要嚇到 我沒有叫你繳那麼多 有些人是 因為他如果有幾億資產 你讓他賺幾千萬 他會覺得這些不會那麼貴嘛 而且這樣算起來其實很划算啊 是 那我跟你講那我不是講那種 出不到的會員等級 我講的是那種 最入門的會員等級 對 一個月你不用到一萬塊了 好不好 我已經跟大家講 那這種等級那個會員一定有 而且我粉絲這麼多 剛才看到現場有700人 對啊 所以秀這個東西是可以的 股價不要在那邊斬停板 算波段新高 有沒有看到 這是什麼 4540全球傳動嘛 這這個嘛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還有哪個股票 強帽 我沒講強帽 有 強帽好像同門比前陣子也有第一名 我不確定 可是強帽這幾天我一直講 我說你快噴出了 你看不出來 快噴出了你看不出來嗎 對 是不是 我一直講過 今天的股價標向認真斬停板 有沒有看到 來 看強帽 強帽加投資長 買季變什麼 強帽是 等一下 2481 強帽看不出來嗎 手提名在噴出去喔 手提名在噴出去喔 你不要說我沒說喔 今天已經穿個新高了 這很漂亮 我跟你講 我猜強帽今天應該外資會買 喔 如果符合我預期的話 說不定強帽會變成 今天投奔比 六年以後的 投奔比的前五名 喔 然後大家看前五名以後 明天會噴出去了 好 外資喜歡做這種股票 好不好說說投信 喜歡做這種股票 好不好 這我跟他講 2368我一投奔比比較沒那麼蠢的 那怎麼看金像店兩根跌 一根大跌 那今天怎麼跌 我覺得平常新 投信雖然賣 可是外資在買 可是我覺得至少不大部分賣超 這個金像店本來就在洗盤的股票 對 本來就有人在洗盤的股票 你以為台積電概股怎麼看 台積電概股不會死 來喔 精彩喔 我本來好像190賣掉 我1787 我又開始進產了 是 所以這邊如果他打底確定完成的話 我考慮啊 不一定要在這邊買 我可以在170 我180這附近買 好 精彩 3174的精彩 喔 3174的精彩 好 這是3174的精彩 3174的精彩 看完以後 那你會發現到 整個台積電概念股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 喔 通常外賣怎麼看 我覺得他還是在平盤這附近 不用擔心 他有一個區間整理 好不好 有些股票 但是這樣對起來沒辦法 因為資金都被吸走了 我就講資金被吸走 他是不是被吸走 他還要一兩個禮拜 他等過年過後才不會那麼需要 好不好 算我通常怎麼看 算我看起來要破底 我覺得他明年有個大轉機 你還是注意 就是我覺得不要過分的一個偏 偏悲觀 這我跟大家講 不是過分偏悲觀 真的不需要 306金毫科 這個看不出來還在整理嗎 還有機會再噴出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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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那今天有些衛聖 衛聖我那時候在福利市有跟大家講喔 我什麼 我第一次講衛聖對不對 我節目上沒講過 對 來 衛聖我怎麼說 這幾天不是那個嗎 衛聖的那個金基母嗎 要來的嘛 好像威豐嘛對不對 是 威豐要上市櫃 好要上市櫃 反正重點是 這個有一個IPO的一個題材 那這個IPO的題材 我覺得 我覺得最好做的衛聖是在IPO之前 不是IPO以後 這我福利社有講過喔 是 這我個人看法 好不好你參考一下 就是你還是要訂閱我福利社 第一個 如果你是我東森財經來的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訂閱 我不知道我會待多久 東森財經來的 可是我知道我會在Youtube很久 所以你一定要搜尋 對 一定要搜尋 要搜尋瘋狂 股市福利社 好吧 那個我是當主持人的 那也有很多來賓 大型的節目 好不好 這我就講 那第二個 今天我要講一項股票啊 鴻海啊 你看啊 穿收盤站新高 高 收多少 89點 沒有還沒有 對不起 差點算 可是看不出來他股票要上去的嗎 對 鴻海怎麼看 鴻海你不買喔 我覺得你會後悔 我覺得你會後悔 因為鴻海是最穩的 那我什麼都買不下去 那你說啊 頭上連電我買不下去 鴻電怎麼漲那麼誇張 漲三倍 那漲不下去 這台積電 那連電怎麼看 以前十幾塊 現在十幾塊 那我跟你講你也買不下去 你就買鴻海嘛 我親朋友很奇怪喔 他們都知道現在定存沒意思喔 他們還是想存定存喔 你們真的錢太多 你們一直要存定存的錢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你真的要存定存 我跟你老實說 好不好 你就買台灣50就好了 真的錢不要這樣子 你們真的一來一晚 插個錢都被銀行賺走了 喔錢不是這樣花的 喔 你少賺就是賠錢 你要借我這些東西 好不好 你現在不理財的時代 你去想看 為什麼那個國泰金的 我說唯一比較認同的國泰金的 他說台股衛健所所現象 他跟我講一模一樣 重點是利率持續低檔 利率持續低檔還是重點 利率持續低檔還是重點啊 只要利率持續低檔 很多人就是不想要去租房子 他只想買房子 因為買房子比較划算 然後他覺得他不想要去做一些 他不想去買定存 他想做一些理財型翻貸 去做一些台灣50 那股市怎麼跌 你去想看人家怎樣的分析師 想清楚了 投資票我跟你講 最好做時段就來了 就這10天你趕快做 你趕快把握住 把握住了 歡迎來電洽詢 希望8085可以了解更多資訊 榮耀華爾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